上週五藍白聯手退回明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 行政院表達遺憾 總統賴清德更說在野黨非理性杯葛 會受到民意嚴厲批判 但民眾黨團總召黃國昌卻是這樣說 2008年的賴清德 當他是在野黨的時候 他可以退回執政黨的預算 2024年的賴清德 當他是執政黨的時候 他不准在野黨退回他的預算 黃國昌怒嗆賴清德在野時退預算 當總統就不行 根本就是雙標 但這樣的說法被發現邏輯怎麼怪怪的 2008年立委選舉首度減半 國民黨獲得壓倒性勝利 一舉拿下八十一席 反觀民進黨只有二十七席 立院表決比人頭永遠都輸 當年綠營質疑馬英九六三三跳票 總預算卻還是以低進成長率百分之六計算 主張退回重編 但不敵藍營人數優勢直接被封殺 最後總預算幾乎一毛不刪通過 政治工作者周宣開酸 民進黨人數不足 不像民眾黨明明八席跑去貼五十二席的國民黨 就自以為自己是六十席 這個民眾黨現在是比國民黨更激進 強硬的路線來批評民進黨 甚至很多東西都是國民黨可能也不認同的 黃國昌紅綠營雙標 卻反被酸白銀變小藍才是真雙標 好 暫力新聞高官宣援部臺比賽網道